10月31日即是晚星節 在加拿大沙省雷頓郭 Cate Britain 那裡的消防員俱樂部 晚星節Party上 有四個人打扮成為3K黨成員 引發了許多爭議 雖然這些人不是消防員 但消防員副隊長出面道歉 請求社區原諒 令人難免好奇 在公眾場合其中打扮 會否受到法律的保護呢? 又或是有哪些限制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里大麥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 一有新片或新直播 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 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謝謝大家 身處在加拿大的我們 是授權利和自由憲章第二條規定 即是說 大家都享有以下基本自由 思想、信仰、意見和言論自由 包括新聞和其他傳播媒體的自由 美國的言論自由更加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 那麼在萬聖節的其妝二服 又算不算言論自由表達的範圍呢?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英國哈里王子在2005年 他21歲生日時 舉行了一個化妝派對 他的衣服上有一個納稅萬智乎標誌 雖然納稅萬智乎並未在英國受禁 但是外界的反應就非常大了 惹來了社會批評的哈里王子 立即出面道歉 表示這件事是他人生的最大污點 所以大家可以見到 即使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 公眾場合的依著、營救 都會得到公眾監督和批評 而不僅是出了自己的家門口 就算是公共場合 在一些宗教場合 或宗教的學校內 對自身宗教的保護允許 對言論的發表 是會有限制的 出於信仰的保護 在這些場所 他的偵察中明確地把其他價值觀 置於言論自由之上 這些地方 也可以更嚴格地規範著 萬聖節服裝等表達類型活動 根據加拿大聯邦信訴法院 在1984年 針對紐賓市域省廣播公司的判例 加拿大憲章的確是有 保護不受限制地表達 交流思想 無論是口頭的、印刷的 還是透過其他方式交流的自由 然而 這不是一種在別人財產上 伸張自由的表達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明白 實現對其他人自由的尊重 才能最終實現對自己 言論自由的實質保護 在真正的公眾場合下 例如公立學校 萬聖節服裝是一種 受保護的言論形式 即使你的服裝冒犯了其他人 你也不應該為你選擇的服裝 而受到調查或懲罰 我們來講講美國的一個例子 當年1993年 第四巡迴法院 在西格馬奇兄弟會 訴訟喬治梅森大學 這個案件裁定 大學不能因為表演者 黑臉的醜女 比賽而懲罰兄弟會 而法院也裁定 大學不能僅僅根據 言論的無凡性 你懲罰言論 即使那些是粗俗的幽默 也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 而她的裁決是這樣說的 大學當然非常有趣 並且提供性別中立的教育 現意似乎同樣明顯的是 除了根據學生表達的觀點 對她進行懲罰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選擇 我們完全同意 大學官員有責任 甚至有義務實現他們設定的目標 另一方面 公立大學有很多憲法 允許的手段 來保護旅行 女性和少數族裔學生 大學的措施不能包括 對言論的選擇性限制 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 因她的信息和她的想法 而限制言論 大學應該是以某種方式 實現他們的目標 而不是根據他們的觀點 壓制言論 其實歸根究底 一個社會要自由 首先要保護基本人權和自由憲法 還有依法、合規的行政執法 還有公平、公開、公正的司法 在有法治下的自由社會 你和你扮演的角色 才能得到充分安全的保護 然而自由 這兩個字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我們大家都要珍惜 大米今集說到這裡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喜歡影片的話歡迎大家讚好 訂閱、分享、開迷通知 我們一有新片和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